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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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在哪裡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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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模範時刻 因為我們模範時刻因為疫情衝擊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跟來賓一起吃飯 一起互動 所以我們現在把模範時刻 產生了一個新的支線 就是我們的真正的主持人 柚子 他接下來就是來擔綱我們這個支線的主角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集 柚子的主角的模範時刻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這四年我們住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 從來沒有跟大家分享過我住的環境 是長什麼樣子 那主要原因是第一個有的是因為 我自己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小 真的非常小 就是我可能錄完影片大概也撐不到10分鐘 可能30秒就結束了 那但是因為我們準備要搬到新家去 因為我幫柚子買了一個新的房子 然後我們準備要搬過去這樣 那也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在舊家的現在這個地方的住的環境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我們住的地方在哪裡 反正我們要離開了沒關係 那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環境之外呢 最後也整理出幾個我覺得還堪用的東西 可以來舉辦一個義賣會 那這個義賣的款項呢 我們會全數捐給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那我們就等一下會跟大家好好的介紹一下 我們要拍賣的一些商品 還有他們的一些故事 那柚子 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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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點職業倦怠的感覺 他好像不是很 很屑跟大家分享他住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只有10坪啦 對 因為我其實在2016年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住的那個套房大概只有5坪 那因為2017年的10月柚子到我家之後 我想要幫他找一個更大一點的地方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兩倍大的地方10坪 其實還是很小 可是因為這是新房子 我是第一個住進來的人 那我就很喜歡這種 就是可以自己掌握一切的感覺 所以其實 大家在畫面裡面看到這些家具啊 全部通通都是我自己 剛來的時候全部購買的 然後包括這窗簾也都是我自己裝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其實你們從這個畫面裡面 已經看完我家全部的地方了 你們都知道柚子過去這4年 其實在一個蠻委屈的地方長大 那我們先走進來之後呢 這邊看到的是鞋櫃 那鞋櫃之後呢 這邊就是我的沙發跟茶几 然後對面呢就是一台55寸的電視 還有很凌亂的電視櫃 那電視櫃上其實有一些 比如說好久以前的一些觀眾送我的卡片啊 然後還有YouTube給我的禮物啊 還有這個是 在東京迪士尼買的爆米花筒 然後柚子的照片已經被一些雜物給全部堆起來了 還有一個明日香 這個是那時候去陳寗酒的玩具店裡面 去抽一番賞的時候抽到的 然後這裡的 其實原本有一些書 但是已經全部都被我收掉了 然後下面這裡現在就是一堆凌亂的東西 因為我接下來這幾天就準備要 開始要搬家 就是你們在旁邊看到這個箱子 所以我已經裝了大概有幾箱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這裡就是我一個已經被 行李箱跟空氣清淨機塞爆的走廊 其實這個地方已經長期是這樣子的走道 就很可憐這樣走進來就 非常非常的狹窄 我們用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柚子因為這個走廊非常的狹窄 他有時候走到廚房裡面的時候 為了要後退然後我叫他的時候 他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技能 就是他直接倒退前進 然後這邊呢是我的廚房 對那廚房的話就一樣非常的小 那因為剛吃完晚餐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很凌亂的畫面 那這是一個小冰箱 那冰箱後面這邊呢 已經是一個亂七八糟的狀態 就完完全全 已經在這個地方堆很久了這些雜物 對然後還有一個小餐車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看是書桌區 書桌區的話呢其實就長這樣子啦 我的媽呀 超級亂 不是因為整理的關係 我平常的書桌就是這麼亂 然後我其實這幾天有點好笑 因為我在整理書桌的時候才發現 我的書桌底下居然有支票 八千塊的支票 然後又有一袋就是幾萬塊的現金 然後完全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整個直接挖出來之後 誰嚇死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 平常在做直播的時候的椅子 那說去旁邊呢這裡就是柚子睡覺的地方 嗨 柚子 柚子 要不跟大家打招呼 你今天職業倦帶喔 我們等一下要義賣欸 你有抗業績壓力嗎 他完全不想理我欸 算了 旁邊這裡的話呢是衣櫃 這是我的衣櫃 然後這是他吃飯跟喝水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邊看過去就知道有多小 其實這個地方已經 我這個地方已經走到 就是我家的盡頭 你們看我後面已經是窗簾 對那窗簾拉開呢 其實我們家是住在羅斯福路 就是大概景美站附近這邊 對然後這就是外面 平常又是在看的風景 然後對面那一間便利商店 就是開了之後我很討厭 因為他們在兩年前開了之後 晚上睡覺那個燈都超亮 就是我都會覺得很刺眼 所以我要搬走了 好啦應該不是這個原因 然後這是我的床 對還有平常柚子會睡在這一邊 然後我睡在這一邊這樣 然後這是等一下我們要義賣的東西 有這麼這麼這麼的多 先給大家評判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浴室區 浴室區的旁邊這裡有一個櫃子 那櫃子上面呢 其實今天已經整理完 不然上面也是超亂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浴室 其實浴室反而是我覺得我家裡面 裡面相對來說比較大的地方 那你們看這個地方就是 好無聊喔 就真的很小 就是一個洗臉的地方 然後上廁所的地方 然後洗澡的地方 就這樣結束了 沒了 好我們就要開箱結束了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還有一個 如果要勉強講的話 就是外面有那個 亮衣服的陽台 亮衣服的陽台就長這樣 其實我很不喜歡出去 因為我都覺得外面有多蟑螂 但是其實我從來沒有在這個地方看過蟑螂 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栗子春巷 然後亮衣服就是要亮在那個大馬路旁邊 這樣 所以灰塵都蠻多的 好趕快關起來 好 那以上呢就是 就是 又只住了四年的 算舊家的開箱 對非常非常的 無聊 我覺得新家 因為我的新家 其實 我買的坪數就是室內大概有37坪 對然後 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 我舊家的這個空間大小 大概就是新家的客廳的大小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對我目前目測起來大概就這樣 所以到時候新家開箱的時候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的一些空間規劃 尤其是我整個設計的路線就是完全走日本風 就到時候要給柚子穿和服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來看看 在過去這幾年我累積的哪些東西 還有很多是我買了之後從來沒有用過 或是我只用了一兩次 然後我想要把它拿來義賣 那我們一起來好好的清點一下 我們先有請柚子店長 店長 店長 你知道他很奇怪 就是我只要學狗聞他 他就會生氣 店長不開心了 這樣是不是今天賣東西都會做地幾家 非常的貴呢是嗎 是 好沒關係那我們現在 開始進行今天的義賣大會 我們先從比較便宜的開始好了 呃其實跟柚子比較切身相關的是這個啦 這個是我在東京的前草玩的時候 買的柚子的背帶 然後他有這種日本風 日本柴犬風 就綠綠的然後很漂亮的花尾 那我們這個呢是賣100塊錢 他的原價我記得大概是1600塊日幣左右 對那我們就賣100塊錢就可以了 好不好 上面還有柚子的毛喔 就是讓你家的毛小孩 在使用的時候沾斬到神獸的神獸的聖毛 可以獲得加持 可以齁 好這個賣100塊 然後第二個商品呢 一樣是我們的背帶 那這個背帶呢是 三眼怪的背帶 這個是在東京的元素的那個竹下通那邊買的 對然後其實我在前陣子看 其他的YouTuber在日本拍的疫情受到影響的影片的時候發現 我去買這個背帶的那個店家好像已經要歇業了 所以非常的令人感傷 但是因為柚子真的不太會再用這樣子的背帶 所以我們就決定還是把它出售 我記得他原價大概是3000多塊日幣 對那我們這個只要買250元就可以把這個柚子曾經很喜愛的背帶帶回家 然後這個這個裡面啊就是可以放東西的 就是你要放零食啊或者是石便袋 全部都可以塞在這個地方 讓你的狗自己背就不用自己拿 然後再來是手機殼系列 手機殼的話有幾個 有這個是我不知道怎麼念的 就CAUDABE品牌 這個我大概用不到一個禮拜 嗯怎麼了 你要吃這個喔 這個不能吃耶 我們是模範時刻要吃飯不吃手機殼 好這個手機殼我們賣100塊 然後再來是UniU的 我們賣200元 唉唷店長開始巡視自己的商品 UniU這個我們賣200元 然後再來這個是Hoda的手機殼 我們一樣也是賣200元 然後再來是iMOS的這個手機殼 我們也是賣200塊錢 那再來的話呢是 這個是歐書單 這個叫什麼 草本禁糧洗髮乳補充包 總共有兩包 那一包是500ml 它的一包的原價是1200塊錢 我那時候用VIP買是2040元 對 那就我們賣1500塊錢 買這個會送這個Holo Kitty的環保袋 對我們就是放在一起送這樣 然後再來這一包是 你要幹嘛啦 你要幹嘛 這個是歐書單的乳油木保濕解手 沐浴乳補充包 也是500ml 那它的原價是1080元 那我們賣600塊就好了 那買這個歐書單的沐浴乳的話呢 我們就加贈安耐曬的金鑽高效防曬噴霧 因為我去年去宜蘭的時候去員工旅遊 所以我就買了一組三罐的這個 欸我發現它剩下一罐了 好我們等一下把它拿出來 那這一組的話我們就賣600塊錢 然後再來的話又回到我們的日本貨了 你坐下 店長你坐下 店長你坐下 這樣我們常會有人想要買 你坐下 店長你坐下 這樣我們常會有人想要買 你坐下 放棄 那這個的話呢這一隻是我去日本的 三陰吉普利美術館玩的時候買的 龍貓 痘痘龍 痘痘龍跟龍貓 龍貓 龍貓 龍貓的娃娃吊死圈 你 是 想要每個東西都有你的口水 你才甘願是不是 這個原價是900塊日幣 對 那我們這邊賣200塊錢 對就是現在大家沒有辦法去日本 大家沒有辦法去日本玩的就是 可以從我們這邊用便宜的價格買到 然後這個呢一樣也是龍貓的吊死圈 這很可愛非常可愛 完全沒有開過 那這個原價是600塊日幣 稅外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買100塊台幣 所以喜歡龍貓的朋友呢 不要錯過這兩個 現在沒有辦法去日本買到的東西 你在看什麼 你今天很誇張 你今天擺攤怎麼可以這樣子東張西望呢 這樣子客人會覺得你這個老闆非常的不專心在賣東西 你聞完了沒 接下來 你要我怎樣 接下來是 任天堂寶可夢盾中文版 那因為我買來之後也完全沒有玩 那至於是為什麼就不要再問我 這連塑膠袋都沒有拆開 因為我其實後來Switch玩的東西都是什麼 電車啊 然後賽車啊這種東西這樣 對 那這個我們一片就是賣1200塊錢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我覺得是 今天的算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這個是2019年的4月的時候我去東京玩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去逛了表參道的Hugo Boss 那時候就買了這個公式包 我自己在買的時候呢 我當下就幻想我應該 以後應該搭捷運的時候可以帶公式包啊 然後穿梭在大街小巷裡面看起來就很棒這樣 結果後來回來之後發現我根本就不是一個會帶公式包的人 因為出門完全不需要帶什麼東西 所以後來這個公式包我大概實際上拿出去的次數不過五次 對 你擋住我了 發下 發下 對 對這樣 那它裡面可以放的東西非常的多 其中有一層裡面還有小的口袋 那這個價錢的話呢我是 你看我這邊還有留我當時買這個公式包的時候 然後的發票跟收據 對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當時買的這個呢是 八萬兩千塊日幣 那你買這個包包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裡面當時店員給我的所有日文的 日文的喔 現在拿不到 日文的發票 然後還有當時的簽單就全部都一起送給你這樣 這個話我們就賣一萬塊台幣 對其實已經是半價了啦 已經是半價 那喜歡的朋友呢就可以把它帶回家 因為它真的還非常的好用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那一區的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店長非常的捨不得把它的雨傘賣出來 這個雨傘呢是 Blanc也算是蠻知名的品牌 那它的話呢 原價大概我那時候買是2500塊左右 然後它其實是可以抗12級封 把它打開的話 它不喜歡雨傘我忘記這件事情 我們先讓那個店長去旁邊躲避一下 它打開的話其實就是這樣子的形狀 然後它的面積是蠻小的 就是整個的使用起來狀況 一個人的話是絕對OK 那兩個人的話就是會領到肩膀這樣 那我這邊的話我只賣500塊錢 那這一支的話整個就是打對折再對折 這樣500塊還送保固卡 保固還有四年左右吧 對那這一支雨傘的話 歡迎大家來把它帶回家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 Giorgio Armani 的隱形美肌妝前乳 那它的原價是2050塊 我賣500塊 我應該會被我 賣我那個貴哥討厭 等下看到之後就會穿氣鞋來罵我 因為我後來真的沒有什麼在用到化妝 我現在上揚是一分鐘什麼全部都是素顏 然後頂多就是小小的遮瑕 所以我想說便宜的價格賣出去 讓需要的人來使用 好這個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Giorgio Armani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是茶子糖 也是完全沒有開過 你看這個蓋子還是完全合在一起 那我那時候會買它是因為我去 北投的家賀屋泡溫泉的時候 發現他們使用的是這個 然後很喜歡那個時候的味道 那我就把它買回來 但是我買了大概兩罐 然後一罐到現在還沒用完這樣 所以我想說另外一罐我就不要辦去新家 200塊需要的朋友可以把它帶走 再來這個應該很多人很懷念 就是我們的絕版毛巾 給大家看一下攤開的樣子 不過上面難免有沾到一些狗毛 因為狗狗你看狗狗真的很喜歡 狗狗真的很喜歡 他寧可採那個茶子糖的沐浴爐他也要來 這個是絕情音樂記的毛巾 我自己個人是真的蠻懷念他們 但是因為我搬到新家去之後 我那個整個裝潢風格也不太適合掛這個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把它讓給喜歡的朋友 那我們這個毛巾的話呢 絕版毛巾我們賣300塊錢 然後再來的話是雨傘 那我就不開傘好不好 我不要開傘可以嗎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不會開傘 我不會開店長 可以嗎 你留著拜託 我們快速的介紹完這個 這是Nordface的雨傘加上Nordface的帽子 那一組的話是300塊錢 就是完完全全 是一個非常便宜的好貨 然後 欸 店長 你要去哪 店長你確定你的屁眼要這樣對著大家嗎 眼球中央電視台的眼球不是你的屁眼耶 坐下來 接下來這個是Sennheiser的 真無線藍牙耳機 我實際上帶他的次數大概 沒有十次吧 他的原價我那時候買的話大概是9500塊錢左右 對他是第一代的Sennheiser無線藍牙耳機 然後我覺得他的音質是真的非常的好 我那時候後來是沒有在一直用的原因 是因為他續航率比較稍微有點不足 可是如果你自己是 只是通勤在使用的話 然後可以比較長 比如說一回家你就可以充電的話 我覺得也是蠻好用的 那我們是2500塊錢 裡面呢就是裡面有這個充電盒 然後還有耳機 然後裡面也有其他的可以替換的耳套 我全部都會附在裡面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我在日本的 橫濱八景島海洋公園買的這個娃娃 然後他是白海豚 你們相信嗎 我覺得很像水滴雨 我們賣200塊錢 對他原價大概是2000塊日幣左右 然後最後一項商品 這個是跟了我大概五六年吧 五六年的Sennheiser奶的包包 我自己很喜歡他們家的東西 那他們家之前也送過我行李箱什麼 那這個Sennheiser奶包包也非常好用 有很多層 然後看起來其實也很時尚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層的電腦包 對那最大格的裡面呢就是還有電腦的防撞層 如果真的喜歡的朋友呢你可以用五百塊錢 把我這個曾經在我身上背了非常久的包包給帶回家 因為我家實在是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想說我盡量的把這些東西就賣出去 好那以上呢就是 店長真的要走了 店長走了 店長走了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模範時刻 不過因為模範時刻裡面還是有飯 我們還是要給狗狗吃飯 不然他今天就會脫離我們今天的節目總值 所以最後呢我們要賞你 兩根解壓果 我們下一集會吃更好吃 因為我們下一集要幹嘛 我們要開你的新家 對不對 你最期待的新家 好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那如果真的喜歡我們今天這樣子的商品的朋友呢 可以來購買 那我們會把這款項全數捐給台灣之心 動物保護協會 那實際上要怎麼買呢 我們會放在眼球商城上面 那在影片的連結當中 那實際上可以購買的時間呢 我們一樣會在我們的影片的說明欄裡頭附上 那歡迎大家一起好好的來參考囉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要來放飯了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掰掰 你下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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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去吃比較好吃 不要在這裡 嘿嘿嘿嘿 現在下載Hummy Video App 並且訂閱CAD 就可以搶先14天看到我的最新影片 我來看 我來看 我來看